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呢我准备弄一份这个干锅茴肠来吃啊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一头猪的这个茴肠 现在呢我准备先把它 在这个老卤水里面给它卤一下 卤得弄出来的话更鲜 这个茴肠呢我清洗了很久啊 焯了到水 现在就把它放进这个 卤水里面啊 把它卤起来 卤一下的话更香一些 它就没有味就没有那么重了 还蛮一锅 我把它剪成一小节一小节对吧 就这么长 这样的话更入味一些 现在我爸把这个芹菜啊 来切成段备用 真急事 现在把这个羊菜给它切齐了 嗯 各种配料已经准备好了啊 这个是辣椒 很多 这个和这个肥肠也差不多了 这个肥肠也差不多了啊 这个肥肠可以了 好八十 颜色也是不错 看上去就美味 现在把这个灰仓给它切成滚刀 我姐下厨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肥肠给它拿来炸一下 下锅开炸了 好安逸啊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加一些藕啊 跟这个土豆片这些啊 这个是我们炒烤肉的时候生下的 现在把它炸好 然后放到这个肥肠里面 炸好了 现在开炒了啊 现在把这个肥肠给它倒下去炒起来啊 现在把这个肥肠给它倒下去炒起来啊 所以我们加点这个孜然粉就可以起锅了 这个羊椰 那个羊椰 发湿的粉啊 再给它撒上这个芝麻 一个美味的菜 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菜啊 非常的丰盛啊 这个呢是 包蛋菌炒的腊肉 这边是肥肠啊 肥肠 核桃花啊 我们核桃花 摆下来的 来吃那个鲜鱼啊 原来是包的包子啊 我姐包的非常的漂亮 我现在这个就吃这个了 我一点点养得 就好了 我一点点养的 哈哈 非常好吃 好 吃这个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感谢观看